七谷区六谷里长于梁胜用办理采接游行园游会的方式来庆祝母亲节 天宫作美吸引许多大小朋友们沿途观看参加 包括机动市政府社会处副处长盛慧中等人都受邀前来感受热闹的母亲节 由于母亲节即将到来七谷区各里几乎都在举办不同形式的母亲节庆祝活动 不管是六谷里的母亲节采接活动还是常心里的原住民母亲节活动 或是正光里举办的母亲节自强活动等等 机动市议员张耿辉都专程到现场制证五种颜色 可爱又实用的毛巾熊给许多平凡却伟大的妈妈们感恩母爱的伟大 首先在这边感谢我服务团队的用心精心的设计 也跟以往一般的母亲节除了我们送的抗癌心 不管是塑胶也好还是鲜花也好都以往不同 那这一支他们也很用心的在设计这个款式 而且非常实用除了平常它可以装饰吊饰用之外 我们把它拆开的话还有可以当毛巾抹步用 我想真的是非常的用心也在此 在母亲节前夕我等会多跟服务团队 到我们是要有活动礼物有活动的地方 还是社团的地方我们都会花 而且这一支那精品的话 这些小礼物数量有限在这边感到抱歉 那么我们花完为止 而想起自己已经过世的双亲访问到一半 张耿辉忍不住哽咽 呼吁市民好朋友要把握双亲在世的时间 好好陪伴及时行孝 我耿辉的双亲在多年前已经都不在世了 但是没到这个节日的话 总之以满满的感恩感恩双亲 在这个佳节当中一定会感念父母亲 然后同时我在这边也呼吁 不管是在外游子也好 还是身边的现在有父母亲在的话 一定要好好的珍惜 把握当下 好好的孝顺他们 以报答他们养育之恩 尤其今天耿辉能够站在今天的舞台 更要感谢除了我们一些家人家属 还有朋友 还有一些支持者的支持之外 更重要的话有父母亲把我生下来 养育我才有今天的舞台 谢谢 张耿辉也祝福所有的妈妈们 母亲节健康快乐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